自從關台據點簽以後 雲林社區設備簽署的情況 讓課程活動辦理相當不便 日前得知這樣的問題 先遠蔡孟兒也開立小型工程建議款 首先協助社區聽購卡拉OK設備 本年社區過來竹草市場 有很多設備都很欠款 蔡孟兒議員聽到後 就馬上來跟社區搭三天 尤其是這次老人 很多老人都希望說 有一個卡拉OK可以來唱歌 可以來快樂 好 議員都馬上來協助 我相信我們本地社區感恩的心情 社區照顧老人 社區說好的精神 我相信我們跟蔡孟兒議員 好好搭配中輩和小孩子照顧好生 唱歌能夠使身心健康樂活 所以先遠蔡孟兒也希望 在卡拉OK設備停工之後 民眾都能夠前來社區再利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說唱歌可以療癒我們的心情 健康可以讓我們的身體健康 所以問我們社區做到我們的卡拉OK 設備真的鼓勵在我們的社區 如果你有時間 一定要記得來我們的社區 跟我們這裡的三路好友 我們這裡稍微好朋友 開工 唱歌 跳舞 學習很多東西 可以讓我們的身體健康 而且也可以讓我們的社區 在外面做工作的東西 不用擔心說我的大人 住在家 住在家 自己在家 要怎樣 真沒辦法 而為了幫助營運社區營運 照顧長者 先遠蔡孟兒 後續也會協助 添購不足的設備 可以造福地方民眾 現在目前他們所缺乏的就是 電視 我們大型的電視 因為這個電視 如果不夠大台 坐在後面 因為這間也很大間 坐在後面 沒有看到頭前的畫面 還有我們的便室 所以他們也一樣 用到我們的便宜 來幫他們做到他們的電視 跟便室的設備 我們希望說 把他們的設備都做得好 讓他們的視段 在這裡可以 真正快樂的過一天 議長和宗峰肯定 差異員照顧社區的用心 相信透過多項設備的 停購之後 民眾來到雲林社區 觀察據點的活動 一定能夠更加方便舒適 記者如一凱卓三採訪報導